身高180的高醫生 正在上一對一的語球課 這位是我們從台灣來的劉教練 至於團課則特地聘請台灣老師 到深圳教學 可以喔 我這樣子練個幾下 其實我的球感就回來了 其實我想的時候 我的語球是打得還不錯的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我所在的地方 是在深圳這邊 如果我是請一對一的語球教練 兩個小時的話是2000塊台幣 但如果我是像他們這樣子 是團課的話 一個半小時是690塊台幣 蔡藤瑩影音平台的暱稱 台灣學姐 愛打球對語球有一定的愛好和基礎 她和當地人合夥 成立了亞伯體育語球培訓公司 只是大陸經濟下滑 中產階級 曾經的社會穩定器 現在開始成為動盪的承載者 當然大環境經濟其實不好 所以我們免不了遇到的學生流失 我相信一定是會有的 可能就是看到這個價格 也許就打退堂股 也是有的 當財富不穩定 隨時可能縮水甚至消失 大陸中產階級 花錢更謹慎了 他們選擇把錢花在刀口上 就算運動健身再好 心裡都得打著小算盤 如果你玩羽毛球的話 你是輸一個場地 可能就是百來塊錢 但是你就可以很多人 一起來參與 如何在動盪中找出路 有人選擇妥協 有人嘗試突破 我是一個個性比較要強的人 就是一旦決定要做這個事情 我就不允許自己失敗 在複雜的時代 唯有不斷提升 抓住機會 才能在風雨中屹立不搖 TVB的新聞 謝賢夕 陳向如 廣東深圳報導 我一直選擇 我一直以為 這場地 コ點檔 對